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大家可能不是很认识 所以我们今天呢 邀请到我们凯基投信的总经理 张智能来跟大家分享 总经理好 你好你好 大家好 总经理那我们定一题 马上想要先请你帮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Smart Beta的ETF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认识他一下 好 我想我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说台湾投资人真的非常认真 从过去不了解ETF 到现在非常了解ETF 那我觉得刚才提到的Smart Beta上面来讲 听起来就是非常专业的名词 所以我让他简单讲一下 好 那事实上Smart Beta来讲的话 就是事实上ETF 我们都通常会讲说 ETF的1.0 2.0 3.0 那1.0的话 它就是市值期 就是简单的把指数这样边一边 好 那Smart Beta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它会有个因子 对 比如说高顾息是个因子 那Smart Beta的话 事实上从过去来讲的话 从单因子 然后二因子 三因子 那它为了就是追求 能够让这个绩效来讲的话 能够稍微超过一下市值型 我想它当初的设计是这样 那如果我们用全世界的一个ETF的市场 来做一个参考的话 各位可以知道说 在2023年 全球ETF的资产规模 它事实上已经来到了11.64兆 那这个事实上全球的ETF 事实上是在1993年开始发行第一档的 那台湾的话是第一年 第一档的话大概是2003年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球的趋势上面来讲的话 台湾的ETF市场的发展 事实上有超过全球的趋势的感觉 那在Smart Beta 刚才我就有特别提到 就是Smart Beta的策略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叫做Advance 各位知道只要叫做Advance 看起来就是聪明一点的策略 那我刚才提到说Smart Beta 刚开始有单因子 然后多因子 然后接下来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多因子 可能投资人会说 投资人最熟悉的是什么 是股息嘛 对 可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不是只有股息而已 事实上包括可能品质的因子 股息的因子 动能的因子 还有甚至低波的因子 我们认为它事实上都会影响Smart Beta的绩效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 台湾投资人来讲的话 你可以从不同的因子上面看到 符合你需要的一个ETF 嗯 但总之你想要进一步请教你 因为其实我们也有聊过说 因子这么多 就是哪些因子真的有效 这件事情是我们要怎么做判断 好 我想您刚刚问到一个重点 就是这么多 这么多你可以爬 可能跑出了10个20个因子 到底哪个东西是有效的 那事实上从过去的历史上面来看的话 事实上股息这件事情 是一个蛮重要的因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台湾 事实上高股息是一个可能马上被投资人认识的 可是如果说您可以从过去的 从过去国际的趋势上面来讲 高股息可能是一个因子之外 它可能高品质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子 尤其您知道在台股 如果市场来讲 震荡的时候 人们就会说你知道涨时重质 跌时重质 所以质的意思就是品质 所以我们现在设计的时候你就要想说我涨时的时候 我重质的那个质是什么意思 就是momentum嘛动能 可是我跌时重质 质是什么意思 它质的话包括我可能valuation也可能是我的一个质的考量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我觉得因子投资最棒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中的因子 把它放进来 然后设计成一个台湾投资人需要的一个产品 那总之一想要请教人说 因为现在那种客制化指数的这种 ETF已经越来越多了 我们在挑选这一类ETF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好 我觉得一样的就是说 还是要回到 我们还是要对台湾投资人 对认识新的产品 还有投资的一个标的 一个非常认真的部分 那所以如果说今天投资人 他刚开始的话 我觉得台湾投资人 开始做ETF的投资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因为ETF听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可是随着时间就久了之后 投资人开始会说 那为什么同样一个高股息 为什么绩效会不一样 那就表示投资人可能会对 更深的东西有兴趣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我觉得投资人可能需要注意的 就是比如说挑高股 挑ETF的心法里面 第一个我们认为 事实上你产品的设计 就是指数 ETF的设计的时候 指数设计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命运了 对 所以通常在我们业内 在看这件事 其实你指数是怎么设计 你最后ETF会怎么涨的 其实它就已经决定了 那我想投资人会知道 就是说被动式的ETF 就是说你设计完之后 就不能动了 你要照着游戏规则 可是如果主动的话就不一样 我还可以改变嘛 所以我觉得最棒的一点就是说 如果说投资人对这个ETF 你非常觉得它设计理念非常棒 你就不用再担心说 主动像主动是基金经理人 它会不会改变它过去的操作 所以我刚才提到第一个 指数设计就决定命运 第二个我想跟投资人提醒的部分的话 就是有关于 Total Return的一个概念 那我想台湾投资人对一个习的疯狂 是从2007年就开始 它事实上不是从ETF 它事实上从当初的主动基金的一些 所谓的 我还记得台湾那时候的话 对习的passion的狂热 应该是来自于 现在叫做非投资等级的债券开始 那我觉得投资人 他可能在经过十几年之后 可能我们也会希望说 投资人可能可以试着了解说 你这个配息是怎么来的 好 那所以也许投资人 可能应该要看一下 投资在我们看来的话 事实上总报酬才是王道 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给你一个息 可是如果我今天给你一个息 你就要知道它的来源 你会不会因为多拿2%的息 牺牲了5到10%的投资报酬呢 是 好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 息的 韩息的总报酬才是王道的意思 大概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两大心法 大家就希望投资人注意说 产品设计是怎么设计的 然后息跟总报酬的关系 真的有时候在 虽然大家很喜欢现金流配息这件事情 但其实真的总报酬 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事实 因为你资本利的涨上去是 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卖掉再拿回来 对 那总之你想请教最好 请给就是台湾ETF投资的一些投资的建议 好 我想我要给投资人三个建议 第一个的话就是投资股票 就是说股票投资是为了赚资本利的 价差 如果投资债券是为了拿债息 这是全球的通 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做 大原则 大原则是这样子的 那最近台湾的市场比较特别的 就是投资股票 你想要拿股息 那投资债券想要拿利差 对 那投资人可以观察一下 是台湾很特别 还是可以变成主流 还是说这只是一个例外 还是要回到一个全球的一个趋势 就是债券当债券买 股票当股票买 这是我们想要给投资人第一个建议 那第二个建议的话就是说 除非投资人您有现金的需求 比如说我今天每个月需要有配息 所以我可能要拿息值 那要不然的话 如果像很多年轻人 我也很想跟年轻人提到 就是说你一定要注意的话 就是年轻人最重要的是资本利的 所以你拿到现金当然很开心 人们就说我拿到现金很开心 那你一定要记住 要把这个拿到的喜在投入 这个部分是我们想要给投资人 第二个建议 那第三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希望投资人的话呢 这个市场非常的千载难逢 台湾的市场 包括全球的股票市场 它有新的动能 那可是你做了没有 启动你的投资计划了没有 所以我会希望投资人呢 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启动你的投资计划 对 那可是有些投资人 他可能说我很害怕 到底每天投资人都问我说 有些投资人每天都问我说 现在买会不会太高 现在买会不会太高 那他已经问了一年了 好 那我很想跟他讲 就是说请你启动 哪怕三千块都没有关系 你要做一个定时定额 然后要启动你的投资计划 因为我想 如果你现在不启动你的投资计划 你会让未来的你 抱怨现在的你 是 好 所以这是我想给投资人的三个建议 我觉得总之音说 就是分享我也很有感触 我觉得年轻人真的要急躁投资 很多人都问说 现在到底高点到底能不能买 可是通常你这样问就拖了很久 你都没有开始 你就会错过更多的高点 没错 没错 我们谢谢总之音的分享 那我今天就是最后想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真的大家要赶快挑选到 适合自己的ETF 然后持之以恒开心的投资计划 好 那我想最后我想送给投资人两句话 第一句话的话就是 少就是多 less is more 那事实上呢 你不用选那么多ETF 你不用选十档 你可能选个两三档 所以我希望投资人记住的第一个东西 第一句话就是less is more 第二部分的话就是 所谓的KISS投资法 KISS这个字 KISS 就是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 市场不要 投资不要太复杂 才能够持续 比如说 我希望您可以今天启动您的投资计划 然后定时定额 然后选一档基金来试试 然后一年后来看看 谢谢 谢谢总之音的分享 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因详阅公开说明书 我现在给我们资讯看到